先講那個民意基金會那個說 民眾黨的政黨支持度 超過國民黨這個 我覺得跟最近整個情勢上面 對侯市長不利 我相信是有關係的 那並不是說民眾黨在基層的這個 就是說實力真的足以匹敵 這個兩大政黨 我想大家心裡是很明白的 你為什麼這麼謙虛 因為形勢上還是要從2020年看 當時我們的政黨票 就是大概11%到12% 那時候沒有總統參選人 然後大概我們在國會也沒有表現 所以應該那個時候大概就是說 中間的一些比較期待第三勢力 大概是這個 可是會突然間四年內變成說 有國內20%是中間性 甚至是可以對藍綠失望 願意第三政黨嗎 我自己在基層這樣走 並沒有那麼堅強 這當然我們在選區都有跑 可是會不會說在這一次的 這個一開始大家說全面要下架 這個執政黨的一個態勢裡面 期待說這個柯文哲主席 或郭台銘先生 甚至加上侯友宜先生 這個綜合性來講 在下半年7月8月之後 有沒有什麼新的政治情勢變化 我覺得大家的失望是 我自己也講 我說我對侯友宜市長 過去在這個北市的表現 我們都覺得很棒 可是這一次成為總統候選人的 這個格局跟他三番兩次 沒有在一個大的形勢裡面 有個角色 比如說他們到金門 柯文哲跟郭台銘就會牽手看月亮 就有一些巨碼裡面就少了他 然後再來是他到政大演講的 這個形勢上做出來的這個影像 又對他不是那麼好的一個政治領袖的魅力 那這一次就是為要按這件事情 他就很晚到了議會去 這個接受檢驗 所以幾番下來看起來 他在這個表現 三者的表現裡面 就態勢上面對他相對我覺得就落化了 那這時候會不會因為這樣的轉轉 就是說在政黨的支持度上面 變成往民眾黨來 也許是這樣子 但是剛剛又講是民進黨的這個政黨的這個政黨 好像跑到民眾黨去 那這個唯一一個事件 可能就是接連而來的那個MeToo事件 引申出來的一個過程 那這會不會在形勢上跟議題上 消解調整之後 這個整個情勢又回到兩大一小或一中 這個我相信是有可能 所以現實上還是在講就是說 柯P在現在的幾個他的進程裡面 是比較有節奏的 來穩定度他的這個支持的這個部分 那跟政黨之間我們努力的去營造 就是說在未來不要讓這個賴清德主 這個他現在是黨主席 講什麼要國會要繼續過半 光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國人是不會接受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講 就有可能讓政黨的這個情勢上面 有利於在野的這個黨 我想這個是第一個 我認為比較客觀來講 是這個主因為主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